社会主义党合作但是不加盟 而青年党则是申请加入西蒙 最近的发展是 西蒙主席理事会决定成立四人委员会 专司负责和这两个政党谈判 理事会发文告说 青年党和涉党的合作意愿 代表了和西蒙拥有同样的愿景 不只可以壮大同一个光谱的政治力量 也能够避免在全国大选同事操割 另外西蒙到底会使用哪个标志应对大选 估计一两天之后就有结果 西蒙也会在10月29号 在匹里医保举行西蒙大会 聚集西蒙成员为大选造势